然後他潛伏在GNV社群 所以就是他正在研究這個村落 我們都是被他觀察的對象 那他是個好人 謝謝 好 大家好 我是MGO 然後不過我今天有另外一個身份 是我其實也在開放文化基金會工作 那開放文化基金會的話 我們在9月希望能夠出一份報告 叫做開放政府觀察報告 那因為開放政府他其實有些很多面向 那目前的話這個報告本身 我們會有四大塊 一塊是法律政策 一塊是透明開放 就是主要是看Open Data的部分 然後再來是公民參與 然後再來是公司協力這樣子 那今天這邊主要來尋求大家協助的部分 是第二塊就是開放資料這一塊的部分 那目前我們採取的方法是先用Open Data Barometer的 然後再加上上次在基礎中已經完成的就是平台 開放資料平台 就看台灣好奇的不同的平台 然後稍微盤點一下他上面那些受可能條款 跟他一些設定這樣子 那給大家看一下Open Data Barometer 大家可能都知道我們曾經在所謂的Open Data Index上面 曾經得過一個第一名 那那個第一名大家後來也有很多的檢討跟反省 因為他主要是比較一個量化的分析 那這個Open Data Barometer是建立在那之上 除了看資料集本身之外 他也看資料的影響力跟資料的背景 還有他的政策脈絡 那所以就是等於今天利用這個方法會有三塊在做 一塊就是他的政策背景的一個盤點 然後再來就是影響力的還有資料集的盤點 那資料集的盤點就會比較像是那個Index的盤點方式 那目前的做法是這種影響力跟前面那一塊 會是由我來收集資料 然後到時候資料完成之後 會Open出來用Peer Review 讓大家一起來看看這樣子的資料收集 夠不夠嚴謹然後需要補充什麼 那資料集的盤點的話 就真的會需要蠻多人一起來幫忙 那目前已經列出來 這是旁邊這個D 就代表他們所在乎的擊中 就是一共他們列出了16種的資料集 是他們認為重要的資料集 但在左下角我也開始加入一些 我們可能在台灣的脈絡下 可能也是蠻重要的資料集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做這個盤點 然後其實就是要徵求 就是對Open Data有興趣 然後不需要技術能力的人一起來加入 謝謝